花蓮县牧扇中心孩子们的画作获得专家评审委员认可 将在5月14号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展出 花蓮牧扇中心的执行长朱玉贵以及庄主任还有水源老师 前往花蓮县府拜访县长徐真卫 并自证邀请卡与画册报告孩子们获选参展的好消息 感谢县府长期支持牧扇中心 让孩子透过艺术创作活出更多不同的生命色彩 前来学生会肯定花蓮孩子们艺术极具竞争力 勤勉并且希望孩子们能够到现场参与展出活动 并做好相关的反应措施 学习外来花蓮三分中心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们 有更多的舞台机会 借此增进孩子们的执行心 也可以为未来发展的目标 他也肯定花蓮三分中心努力引起照顾孩子们 或是这次担任有许多长大的孩子们 来担任大哥哥大姐姐的前辈角色 协助孩子们成长 希望建立传承的方式 当初现在需要帮助的孩子 一棒一棒交棒下去 才能够服务永续经营 欢迎商务中心执行长 主意给表示在中心安置孩子们大多次破碎的家庭 孩子心里需要被安抚 部分有情绪障碍或是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孩子们在飞行物课后照顾测诚 除了绘画课、攀岩课、表达力训练课程之外 还有营队活动 主要是协助单亲父女忙于工作 晚上无法照顾孩子 希望孩子们能够参加课程 除了学习、绘画技巧、沟通技巧 如果孩子们有些心理上的问题 心中有专业人员引导抒发 补助家庭照顾功能不足 让孩子们好好成长 在人际互动上更加和谐 现在学习表示孩子因为心理受伤不敢说 造成自信心不足 更封闭自我 幸福将从各方面全力协助孩子们安置资源 推进健康的成长环境 透过心灵疗愈或是自信心的训练以及成长课程 让孩子得以从此自信走出自己人生 而在会议当中 现在认为安置中心仅幸福单一补助资源非常有限 特别期盼中心或是机构能够更多企业合作 引进社会资源让资源更加丰沛 机构才能够走得更长久 才能够让孩子们获得更多的协助 而这次孩子们在台北举办画展 也将作品集结成册 进出一本属于画领商务中心孩子们的绘本 介绍孩子们在这些年来的新度历程以及生活体验 作品除了实体绘画之外 线上也可以进行观赏 也欢迎大家线上观赏孩子们的话 记得就欢迎化车不到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